我们先来烤一些花生米 让我们烤到中层 烤箱上下火150度烤10分钟 洋葱我们来切成小块 洋葱切之前放到冰箱煮一个小时 这样切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了 切好了一半一半掰出来 切两个青椒 去掉籽切成小块 切好了跟洋葱放一起 加入一勺盐 腌10分钟杀去水 水瓶锅里面加入200毫升橙醋 150克白砂糖 一丢丢盐 炒中火煮开 然后再转小火煮到汤汁浓稠 上个水的洋葱已经变软了 我们用凉开水洗一下 然后拿起来沥干水 倒到盆里面备用 这份糖醋酱汁已经煮得很浓稠了 现在可以关火 把煮好的糖醋汁趁热淋进来 炒均匀 炒均匀 腌20分钟就可以吃了 花生烤好了 我们把这个花生一搓去 这道糖醋洋葱呢 吃起来酸甜爽口 一次吃不完 我们可以放到冰箱 两天内吃完就可以了 最后撒上花生 一道简单的开胃菜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oiseuille 吃起来 自己吃起来 我脖子 优优独播剧场 吃起来